Hello 这两天 Notability和GoodNotes 5都已经更新了最新的版本 刚好它们两个都提供了自己添加贴纸的功能 所以说今天这个视频就简单来讲一讲 怎么样来自动添加贴纸到GoodNotes 5和Notability里面 我们需要把GoodNotes 5更新到版本5.7 更新好之后打开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上面多了一个新兴的标志 这个标志我们点击之后 它里面就是我们可以使用的贴纸了 这里面这些是已经预制好的一些贴纸 我们点击之后就可以把它很轻松的加入到你的手帐里面来了 我们除了可以使用这一些预制的贴纸之外 我们还可以自己添加 添加的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点击这个图标 把下面的这一个按钮放到最右边 然后选择加号 这里我们就可以添加一个新的合集 导入的方法我们可以从照片里面导入 也可以从文档里面导入 我们这里就把选择照片导入 这里就有储存的一些相片边框的图 我们照片都勾上 然后选择添加 这样它就导入进来了 然后这个地方标题 我们再选一个 我就把它取名叫frame好了 然后名字取好了之后 我们选择创建 我们就可以再点击贴纸功能的地方 看到多了一个按钮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导入的照片的边框了 你点击了之后 因为我下载的这个图片本身就是png格式的 所以说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这个是通过图片导入 你也可以直接 比如说你之前的贴纸是储存在keynote里面的 你也可以把它先从keynote里面拉出来 然后在这一个选项的时候 我们再点击它一下 这里它就会出现添加到添加元素 你要把这个元素添加到哪一个合集里面了 比如说这个我们就再新建一个合集 这里我就选择写一个basic好了 然后选择创建 这个时候我们再点击这一个贴纸的按钮 你可以看到它就会多了一个图标 好 这样我们点击它就又可以出现了 除了可以添加图片之外 你还可以把文字也添加成贴纸 平常我还挺喜欢就是用一些这个表情的 你就可以储存一些你经常使用的表情 比如说这个眼睛 这个眼睛已经打上去了 打上去了之后 我们选择套索工具 把这个眼睛套住 再点击它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又出现了添加元素了 就是同样的操作 选择星合集 这个地方我就选一个 我就给它取个名字 比如说叫Emoji 然后选择创建 我们再点击它 就可以 你就可以看到它已经被粘贴出来了 那怎么样调整这一些合集的顺序 自己新建的 你想要把它删掉的话也很方便 我们直接长按它 然后它这里就会出现编辑这个按钮 你直接点击了之后 就又可以编辑它的标题 然后里面如果这一个贴纸 你不想要了 直接点击删除 然后这里有一个点点点 点击了之后 甚至还可以把这个合集共享出去 各位守账素材博主 以后如果你用的是GoodNotes的话 可以就都用这个合集来传送文档 把这样我们导入和使用起来都方便一些 对吧 好 这个就是GoodNotes 它的添加贴纸的功能了 然后我们说一下Notability 它是需要把软件更新到版本10.4 这里你可以看到 MySticker的功能就已经添加了 但是它的功能相对于GoodNotes来说 就要做很多 因为它只能够把你画的东西储存成贴纸 选择打开 这个地方打开了之后 它是不会有任何新的按钮的 添加的内容也只能是你随手画的东西 比如说 写好了之后 我们选择套锁这一个工具 把它套住 套住了之后再点击一下 这里就会有一个保存 保存了之后 它就会这里显示一个MySticker 这个时候你画的这一个东西 就已经被保存下来了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写一个 我们再把它保存起来 好这样我们就已经有 贴纸里面就有两个了 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右上角的加号 这里找到贴纸 然后这个地方 如果你在Notability的商店里面购买了的话 然后它是会出现在下面的这个部分的 然后你自己储存的 它是会储存在MySticker这个地方的 然后我们点击之后进来 就可以看到就出现了 我们刚刚保存的贴纸 要使用哪一个呢 我们就直接点住它 然后选择添加 这样它就又出现了 如果你是经常会使用Notability 来写一些标题 然后用这个功能就还挺方便的 但是它不能像GoodNotes一样 储存照片或者是其他打字 所以说这一个Notability的 这一个新的功能稍微要弱一些 好那今天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 关于Notability和GoodNotes 最近的更新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